台湾市长郑文灿视察中立马祖新村眷村文创基地时表示 马祖新村的改造必须以特殊的保存 结构补强文创再造的三大原则来进行 嘉义大学毕业的罗元亭因为父亲经营兰花园 而对农业产生了兴趣 他参加农委会的百大青年辅导计划后 成功创业销售有机地瓜年售百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收看4月6号的桃园有限新闻 桃园市长郑文灿视察中立马祖新村眷村文创基地时表示 马祖新村的改造必须以特色保存 结构补强文创再造的三大原则来进行 借此来提高营运的效率 以旧有的文化元素作为基础 来延续眷村的特有文化 让文化可以继续向下扎根 马祖新村在过去是将官所住的地方建筑是以棋盘式排列 而且绿化比例很完善 也保存很完整 市长郑文灿表示 师傅决定发展马祖新村为眷村文创基地 一方面提供影视鞋拍中心 电影馆以及艺术家住点之外 另方面会委托民间业者发展眷村美食以及餐饮住宿 那桃园市政府那么决定把马祖新村的文创园区 在今年能够一部分做影视鞋拍中心 以及艺术家住点 那另外一部分要表现出眷村的饮食风味 以及作为部分的餐饮住宿 那那个部分是用委外来营运的方式来进行 郑文灿表示 眷村文化园区必须要有概念式的发展 不仅仅只保留原状 应该要以特色保存结构补墙文创栽造的三大原则作为主軸 在旧有的文化元素上面来进行文创改造 借此延续眷村的特有文化 这里是整个大龙岡地区过去的亮点 那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文创改造之后 也可以成为一个 整个我们南区的居民 特别是眷村周边过去的居民 共同的记忆可以保存下来 那这里也会成立一个电影馆 那将来这里的电影院 也可以做我们的影视节活动的基地 马祖新村目前将定位为 中立眷村文化生活圈的展示平台 将以眷村特色餐饮 以及眷村概念文创作为主轴 利用空间元素 定期举办文创活动 并由眷村达人或是艺术家驻村 提高地方艺文水准 满足亲子休闲活动 唐新闻董哲那采访报道 位在中立区的大石中 也就是第一市场 是许多中立人的记忆 而这里也是拥有最多的客家人口地方 还拥有多所大专院校 以及最多的军备区 市议员鲁明哲表示 如果第一市场的整修建案 可以继续完成 一定可以重新聚集人潮 带动整个大桃园市的商权繁荣 大石中市中立最古老的地标 也是很多在地人的记忆 这栋建筑物 位在中立火车站前重要商圈里面 因为目前已经被任地市围楼 在使用上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市员鲁明哲表示 他希望深格前市公所提出的重建案计划 台湾市政府可以继续完成 让中立区的原有建物可以活化 现在讲的第一市场 是我们希望能够 市政府能够接续完成的 因为第一市场在早期 已经40年历史 在那个早期的农业社会 是所有的老人家 现在中立很多阿公阿嬷 约会当时都在第一市场 所以当时的第一市场 叫大石中 所以大家约会 我们在大石中建 在大石中建 所以变成一个非常热闹 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个地方 陆明哲表示 大石中广场新建案的经费偏高 主要是因为地下市城提车厂的新建 工程费大约就要1亿8千万了 地上市城希望可以在2亿元内 完成新建总经费将近10亿 目前来说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希望是否在未来预算编列里面 可以将大石中这个新建案纳入 让这里可以拥有多元的休闲场域 在我们已经规划设计完了 把它规划新式的商场 地上市城楼作为商场之用 也包括现在的摊商把它纳进去 那地下市城 因为现在没有停车厂的话 等于没有办法做生意 所以我们地下要挖四层停车厂 这不光是能够解决低市场的问题 周边因为又是中平商圈 小西门丁要停车的人很多 未来能够提供150到200台的汽车 跟100台以上的机车能够停车 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当然首先要看这栋建筑现在目前的状况 但要处理就是说必须要先拆掉 因为它已经形成围楼了 所以拆是一定要拆的 到底要盖成怎么样 我觉得说就必须整个城市 它在这个附近来讲 让它感觉很调和很协调 然后它的功能很适合民众的需求 多元的英文休闲空间 的确可以替民众带来生活上的便利性 但是如何将整个陶渊市的建设 规划完善 提供给市民良好的休闲英文场域 对新师傅团队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陶渊新闻林慧如董珍拿采访报道 毕业于家喻大学生物支援系的罗元亭 父亲主要是在经营兰花园 因为曾经帮忙父亲照顾兰花 而对农业产生了兴趣 就决定参加农委会的百大青农辅导计划 在经过初学者的阵痛期后 罗元亭更决定要加强更方便的知识 并通过网路学习和行销 最后成功地销售有机地瓜 年收百万 胜过上班族的薪职 罗元亭在帮忙照顾父亲的兰花 接触到农业后就种出了兴趣 并且开始了一段与土地对话的故事 他为了要学好种植农作物 还特别参加农委会的百大青农辅导计划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想要有自己 要有自己去空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说 其实现在农业这一块 好像农业有在转型 那我觉得说这一块目前 其实它你好好做 它是有空间的 那我觉得刚好家里也有地说可以利用 那其实我父亲那一块 他已经做得蛮稳定的 其实也不太需要我去 我去帮忙什么 我去帮忙就是大概也就是固定的工作 那我觉得说这边才有比较有去经营的空间 我可能在这边会得到比较大的成就感 刚刚接触农业的罗元亭 经过桃园区农业改良厂辅导 选择种植有机地瓜 他表示地瓜很好种 不用太多农具 虽然一开始遭遇到虫害损失惨重 但是透过专人的辅导下 先种一期的甜玉米再种回甘薯 并且采用一些方法成功的解决虫害 种地瓜好了 也是觉得说地瓜它有这个市场 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上半年 因为我们地瓜主要是南部在生产 它的产期比较固定 每一年都有一个时间 地瓜是比较缺的 还有就是说品种 我们台湾的品种比较 大家对于地瓜大概就是57号 像种的我就会选择这种比较特殊的 比较少人种的品种来做 去跟人家做一些区隔 那尽量也是往说比较 比较特殊性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去做 罗云廷表示 一开始父亲并不支持他的决定 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 再加上网路来行销产品 现在1.4公顷的土地里 除了干薯也种有机蔬菜 成功地达到年收入百万营业儿 胜过一般的三班族 更让他觉得选择做农并不是错误的决定 桃园有些新闻黄胜祥采访报道 桃园市政府在未来会推动 市立美术馆图书总管计划 在文化政策上也会做些调整 让文化发展可以在地性和国际化 建立桃园文化人才资料库 让桃园的创作者和艺术家 有机会赠上国际舞台 市长郑文参表示 希望在他任内能完成规划 新建市立美术馆博物馆 以及市立图书总管的目标 在图书总管方面 馆场需要包括影音多媒体 以及影端图书馆 建立各图书分馆的特色 借此来减小城乡差距 桃园升为第六都直辖市 目前所有的地方的图书馆 各区的图书馆都 这个回到市政府 由文化局统筹 那未来市府已经编列的预算 要在桃园市 这个设立总图书馆 以及美术馆 那为了兼顾桃园市的南北平衡发展 那预计这个美术馆 或者是图书馆 一个会在南区 一个会在北区 市府表示 目前美术馆图书总管 正在进行选址作业 将以交通方便的地点 优先考量 等到完成美术馆图书总管的规划 与新建后 也会在新开发的都市计划区 规划大型流行音乐中心用地 希望让桃园有一座 适合大型表演的活动场地 过去桃园县还是旧县的时代 这个各区都有图书馆 那桃园已经升国为第六都的直辖市 那这个文化的底蕴非常重要 那桃园也非常多的文化的资源 那也有非常多的艺术设施 那既然升国为直辖市 就应该由市府统筹办理 那把这个桃园的文化 把桃园的教育 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桃园是一个多元族群文化城市 市府表示文化的推动要结合地方宗教特赦 以及不同族群文化 让文化创作团体在桃园展现文化的力量 让文化艺术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藉此增加桃园的文化能量 让市民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 桃园新闻导致那采访我的 目前在桃园市消防局炒塔分队服务的 曾贤芬芬在36岁时忽然决定报考 消防特考转变成为一名消防员 从没有任何经验 在经过亲友同仁的鼓励和训练之下 逐渐成为出色的消防员 现在的她也已经不怕面对抓风和捕舌案件 当初的想法一个也算是因缘聚会 然后希望让自己的生命有所改变 那在未来的生命里 我希望能实际上做 就是让自己的生命有存在的价值跟利益 然后我觉得选择消防的工作 就是一方面是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帮助别人是个很好的工作 曾贤芬熟练的做着CPR动作 每一个步骤都掌握得很确实 因为平时会教导附近的民众急救课程 曾贤芬表示 曾经在买菜时被民众认出是女消防员 并且再度向她请教CPR动作 因此让她很有成就感 也更加肯定自己的工作 贤芬是我们观音地区第一位 也是目前唯一一位的女性同仁 可是虽然外情 可是她不亚于我们的男性同仁 她不管是救灾、救护、捕风、抓蛇 也是不逊于我们的男性同仁 所以说其实让我们是蛮敬佩的 特别是她在这样的年纪 然后转到我们消防这条路来 这个职场来 因为深信喜欢帮助别人 想要对社会做更多贡献 因此选择放弃高薪 进入消防队工作 虽然一开始没有被亲友们看好 但是在考上特考后 并且接受同仁们的鼓励和训练 逐渐成为出色的首位观音女消防员 淘宇有限行文 黄盛祥采访报导 稍待片刻再回到淘宇有限新闻 你怎么能来啊 我请育婴假啊 蛤 你怎么有啊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请育婴假合理 育婴今天 我现在跟我们老闆娘打光 还可以先亲身活费补助 像阿伯都退休了 老保留年年轻 每个月都在领 我好处在 你基本工资也调升 如果是我去别家做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够钱也够啊 你好啊 也能勉勤我 嗨 大家好 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 全民节电行动 现在呢就要来分享一些 节省家里开销的好撇步哦 定期清洗冷气滤网很有效哦 还要记得天天节电过三关哦 关闭不用的电灯 关闭不用的电脑 关闭不用的电器 机少成多 节能省电的效果 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电费账单上了 还有更多节电省钱的庙方 欢迎上节能圆区网站查询哦 欢迎回到桃园有限新闻 三位来自不同清寒家庭的学志们 即使在经历到人生的逆境 都没有放弃知己 误入歧途 甚至对梦想仍然保持希望 积极努力向上 在桃园家福中心与社会各界的协助下 也都是各自有所成就的 桃园家福中心也特地再次颁奖表扬他们 在表扬杰出学子的会场上 屏幕上分别放映着三个家庭的家人们 要给学子们鼓励的话语 一句简单的加油 让隔代教养的王毅宁 可以感受到阿嬷长久以来的支持与敏录 那没有雨伞的孩子 他只能够努力的奔跑 那我觉得今天从这三位出去到故事 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得到很满满的感动 其实只要有心 努力往梦想前进 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完成 那也希望我们家福的老师 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之中 可以让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 看到自己的亮点 然后直接去朝梦想前进 可以让家里能够脱贫 然后朝向智力的一个脚步迈进 三个清寒的学子生长环境困苦 但是仍然努力争持自己的梦想 他们分别在厨艺 运动和美术上 得到很好的成就 社会局和主办单位表示 相当肯定他们正向的表现 特别表扬 并且颁发奖状 给社会树立模范 儿童少年之外 今天我们家福中心也关心的 关心到陪伴长大到青年的朋友 那青年其实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一个 最中间的动良的一个角色 家福中心今天的表扬活动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年轻人 他们的任性 他们的毅力 他们的决心 甚至他们为追求梦想 我们觉得感佩 社会局表示 希望透过表扬这三位清寒学子 鼓励其他家庭有相似状况的学生们 也能实时保持正向的表现 努力坚持自己的梦想 不误入歧途 才能带给社会上更多正面的能量 桃圆有限行为黄盛祥采访报导 好 我们到 最近提到石门水库 几乎关心的都是他严重缺水的问题 都快忘记他长久以来的活鱼特色美食了 在11年前的今天 同样也是经历干旱的石门水库 仍然不忘推广活鱼料理 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 出发咯 坐在已经在这里捕鱼超过20多年的渔民 将其留在山板船上 边看着石门水库的风光水色 边享受春暖的春风 这种感觉仿佛自己就像是一个正要捕鱼的渔民 不一会儿拉上一望 就看到一位大约6斤的大头脸 在船上跳啊跳 这叫大头脸 大头脸 看来今天的午餐又着落楼 然而到底石门水库有几种鱼类呢 就让渔民江青流来告诉我们吧 有草鱼 青鱼 大头脸 鱼 无垢鱼 在一回到江先生所开到的活鱼店之后 就开始今天的活鱼料理 上菜楼 就让渔民江先生来教我们怎么吃 以及这里的活鱼 为什么这么让人爱不适口的原因吧 是肉质方面的话 在我们石门水库来讲 我们这边条件比较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比较干净 还有我们这气候比较温和 像南部这么肉 鱼的生长期哦 它是比较慢一点 比较慢的话 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好 在我们目前店里做过的 曾经做过二十几次 可以做到二十几次 可以做到二十几次 但是一般消费者 他来到我们店里 普通在选择就是三到五 五到五就很多了 他没有办法说 每一道都来把它尝试 因为毕竟我们胃口 就达到那个程度 你就吃不下 没有办法说全部都吃二十一道都吃 一般都是三到五到比较多 在我们这个店 最特殊的就是 顾口一般都是老顾口 他都会写那一道那个叫清蒸鱼 因为清蒸鱼它做法比较简单 而且它可以把这个鱼的味道 你看它的新鲜度口感 很敏感的可以吃出来 果然懂得吃的人是比较幸福的 这里的顾客在尝过活鱼料理之后 也表示真的是很不错 最抓的鱼比较新鲜 吃起来就比较好吃 肉质比较甜 好谢谢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口感怎么样 口感很好 很好 在看过石门水库辛苦的渔民 以及好吃的活鱼料理之后 是否对我们在地的活鱼 有一番的认识了呢 然而在明天的活鱼节系列报导中 将带你一起去看看地方上 为这次活鱼节所做的努力过程哦 桃圆新闻方炳文 石门水库三小报导 今天的民生资讯要告诉您 即日起到4月19号 在桃圆展演中心一楼展场举办 张倩倩我的胖叔个人创作展 参观时间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 欢迎大家前来观赏更多的生活讯息 请锁定今天的民生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更多的生活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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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更多的生活讯息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祝您和家平安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更多的生活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